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别人学那个美容 然后他学不会 学了学了有半天 他都不想学了 我想就是像我们这种没有 没有技术的人在大城市里面 不好混 你要找 没有技术的工资低 还累 只能干体力活 我准备 这两天准备 送外卖 我也跑了好多地方 你就包括这销售都不招人 什么房产中介呀 汽车销售啊 他说进场吧 那就得 还得去服装场 或者电子场 有很多人骂我们 说我们 要不了两天就回去了 我们出来 丢人现眼 其实谁想啊 其实谁想啊 谁想这样不都是为了生活吗 上游老下游小的 很多粉丝都看不起我们 那没办法 我们只能做自己的 他们说就说吧 妈就骂吧 中午那一波 吃饭太忙了 吃饭的人太多了 所以没顾着上吃饭 买了一个馕吃 买了一个馕吃 但是我是先干临时工 然后有空还得出去找班上 临时工不能办回事 人要是饿了 吃啥都下 咋做呢 太难了 人家都能干 你你去学就太难了 我学一天 啊 手法都没洗过来 还给人家老顾客给得罪了 手法不对呀 对呀 手法不对呀 说体验感不好 那你 他说你别给人洗呀 你 你不能 给自己人洗呀 自己人都慢死了 两个人的妈亲 亲亲耳不胆地的 就是 给人做偷撩 你 你不能免费 找免费的那个体验者来体验呢 吃过饭了 吃过了 啊 那行 弄得 大了 不想学了 感觉 啊 打击挺大的 哎 哎 慢慢修吧 等人 年年了 你再走 那多不好意思 哎呀不 你去电子厂啊 还有电子厂 有 附近有一个 兄弟们 看到没有 太难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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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